我們來到了日系品牌 鳳達 阿元 這台車肯定大家都沒見過吧 對 它是它的旗品牌 YA 這台是S7 但在這台車上面 我覺得它的整個造型是更加外放的 它的線條都是往外擴張的 包含本田的一個LOGO 這次變成了 發光的輪廓 這也是為了呼應到 新世代新能源這樣的一個訴求 看到了 數外後視鏡 電子數外後視鏡 來到車尾 這個尾根線條 很簡單 一條橫的灌栓過去 然後兩邊邊緣兩道視鏡 中間粗粗的 到了旁邊 大家應該有覺得辨識度挺高的吧 好 現在進到了HONDA ES7 以前方你看到了 這有點擂台頭顯示器的 這樣的一個儀表了 然後旁邊這裡 一個很大的螢幕 然後下方這裡 獨立出來的一些 獨立操作的按鍵 然後無線充電板 然後再加上按鍵式的排檔 亮點在為它的一個智能AI 然後我現在說 將透光玻璃調為0 以為您設施的透光度為0 對 它這個就有一個 我們視覺上是能感受 它是有一個變化的 明暗度不一樣 對對對 開起來的感覺究竟如何 那其實我們從過往的 像CIVIC EHEV 就已經印證說 它的配重其實是好的 所以在EA上面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一些相同的跡象 雖然是單馬達 後輪傳動的一個車型 但是它也趨近於前後 50D 50D的車身配種 如果這台車子 真的能夠做得出來的話 我相信它的操控表現 應該也是很好的 像CIVIC EHEV 對 它們的對面